这是沙漠之湖龙梅尔指挥最惨的战斗 也是决定北非命运的关键一战 1942年10月英国出动坦克1029辆 与德国480辆坦克展开巅峰对决 其场面之震撼 战斗之惨烈 可谓是北非战场上前所未有的一幕 那么德英双方为何要争夺阿拉曼地区 这场战斗究竟有多震撼 又给世界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本期视频继续讲述荣耀二战经典战役第七期 血战阿拉曼 北非命运的关键之战 大家好 我是蝉使官 本视频客观真实 请放心观看 我将用人人能听懂的方式为您解读 麻烦大家点赞的时候 按住点赞的键不放手 就能触发超级赞 也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1941年2月 北非的意大利军队 在与英国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中节节败退 一路退出了利比亚 北非战场的严峻形势 引起了希特勒的恐慌 他把爱将龙梅尔抽调到非洲 让他率领非洲战场的德国和意大利军团作战 龙梅尔的突然增援 令英军溃不成军 一路向西败退 在龙梅尔的率领下 士气高涨的非洲军团 沿北非绿色长廊 一路向东追击了一千多千米 将英军打回埃及 后来龙梅尔又在埃及以西的沙漠地带 多次打败英军 1942年7月初 德军挺进到距亚历山大港和尼罗河三角洲 仅90千米的阿拉曼 不久 分别以英德为首的同盟国与轴心国 就在此地爆发了一场决定性的会战 阿拉曼位于埃及北部 是一个海岸小镇 埃及沿海平原 自西向东延展到这里 由于受到南面无法逾越的卡塔拉盆地的挤压 渐渐缩至90千米宽 之后又豁然展开 轰望埃及的心脏 因此阿拉曼是平步埃及的战略要地 龙梅尔追击至此 无疑肆意把尖刀抵在英国人的胸口 英国首相丘吉尔开始如坐针毡 他很明白 倘若德军冲过阿拉曼防线 打进埃及 将苏伊士运河占领 那德国和意大利的舰船 便可以肆无忌惮地在红海航行 并将整个南非航线控制住 进而向印度洋渗透 一旦他们得逞 德国将会与日本军队会施于印度 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丘吉尔对防守在此的 英国第八级团军的指挥官 奥金莱刻下了死命令 就算打至最后一人也要将阿拉曼防线保住 不过奥金莱刻此时已经对隆梅尔心生畏惧 他在英军中的威望也如江河日下 士兵们根本提不起士气 迫不得已 丘吉尔只得挑选新的北非英军指挥官 准备以此重新提振军队的士气 1942年8月4日 他乘飞机到达开罗 罢免了奥金莱刻的职务 同时任命曾立下赫赫战功的戈特将军 担任第八级团军司令 戈特接到命令后 网怀雄心壮志地赶往北非战线 然而不幸的是 戈特乘坐的飞机 在行径途中被敌机拦截 飞机坠毁 戈特将军遇难 出此差事后 丘吉尔只得再次挑选 可以与隆梅尔对抗的指挥官 经过千般思量和比较 丘吉尔最终选定了出路锋芒的陆军中将蒙哥马力 也许是天意使然 戈特的意外与命 反而成就了蒙哥马力一代名将的威名 在阿拉曼 蒙哥马力军事生涯中最精彩的一场大戏 徐徐拉开了序幕 早在1942年7月 在隆梅尔将军的带领下 非洲装甲军团就曾全力进攻过埃及的阿拉曼防线 不过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这道防线依然固若金汤 轴心国军队向前推进的脚步 在此被英军拦下 1942年8月30日 德军向阿拉曼哈尔发进攻的嚣张气焰 被英军有效地遏制住 蒙军因此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有了六周的时间进行休整 也就在这一期间 蒙哥马力率领的英国第八级团军 开始制定反击的计划 在阿拉曼哈尔发战役中 轴心国军队遭受重创 伤亡2900人 损失49辆坦克 英军死伤和被俘1751人 损失68辆坦克 此一过后 德国和意大利的士兵不仅身体上极度疲乏 心理上也备受煎熬 他们的口粮只能通过截略盟军的集养来获取 8月份的时候 龙梅尔的部队在装备和人员上依然处于上风 不过此后的一段时间中 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 向英联邦军队输送了大量的人员和装备 美国向其输送了一批坦克和卡车 可龙梅尔的部队却没有获得任何的增援 于是他原本的优势很快就不复存在 见此情景 他不停向德国国内请求援助 然而得到的支援极其有限 因为当时德国遭到了苏联的顽强抵抗 德国战争机器的重心 此时正全部聚集在东线战场上 龙梅尔此时有一些担心 他觉得按照现在的事态发展下去的话 不需多长时间 英联邦军队就会具备发起反击的实力 现在他最大的期望就是 德军能够快速在斯大林格勒将苏军打败 之后沿着外高加索向南进军 使波斯和中东地区遭到来自背后的威胁 如此一来 为了加强防守 英国当局自然会运送大批的英联邦部队去波斯 这样英联邦军队就会推迟对德军的攻击时间 而到那个时候 龙梅尔便能请求德军高层指挥官增援他的部队 由此他率领非洲军团与驻扎在苏联南部的 德军一起联手 便能使在北非和中东驻扎的英联邦军队一败涂地 龙梅尔料想得不错 兵军确实在筹备一场异常大型的反攻 而这次行动的策划者正是他的死对头蒙哥玛丽 此时蒙哥玛丽的第八级团军 已经下辖七个步兵师四个装甲师五个旅 坦克1029辆 总兵力19.5万人 而龙梅尔此时率领的非洲军团 却只有八个步兵师 四个装甲师 一个高炮师 一个散兵旅 坦克489辆 总兵力10.4万人 1942年9月23日 龙梅尔应并回国 离开部队 接替他的是乔治师东武将军 文革玛丽知道这一情况后 制定了代号为截族行动的反击计划 他首先派出两支突击队 从德军在北部布设的雷场上扫过 然后装甲部队便可以通过此处 将德军装甲部队打败 与此同时 还有另外一股部队在南部假装进攻 这样一来 其余的轴心国部队便不可能挥师北上进行增援 文革玛丽为这次行动筹划的时间是12天 制定的步骤分为攻入 战斗 打败三部 在第一步行动实施以前 为了出气不易攻气无备 英军还运用了一些欺骗战术 他们扮动情报的内容 不仅包括战斗的发起地点 而且包括战斗打响的时间 此次欺骗行动的代号为伯特莱努行动 9月份 盟军把一些废弃物品运输到北部 然后按照弹药库和粮仓的样子伪装好 理所当然 轴心国军队很快就注意到了他们 不过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盟军连一次大规模的攻击都没有发起过 并且那些弹药库和粮仓的位置也没有任何变化 如此一来 轴心国军队便放松了警惕 这便给了第八级团军偷梁换柱的机会 使得他们能够趁着夜色 把这些废弃物改为货真价实的弹药库和粮仓 敌人丝毫没有察觉 另外 盟军还着手于假输油管的修建 为的是迷惑敌军 使他们以为盟军的开战时间会在输油管修建完之后 但开战的地点却是在阿拉曼防线南部 为了进一步使敌人判断失误 盟军在南部把吉普车用胶盒板覆盖 伪装成坦克的样子 而北部的坦克也被胶盒板覆盖 看上去与运输车没有两样 10月23日21时40分 阿拉曼战役正式打响 盟军共动用了882门炮 向德义军队阵地实施了连续5个半小时的炮击 平均每门炮发射的炮弹为600发左右 算起来 落在敌方阵地上的炮弹有125吨之多 据说 由于炮声太过巨大 许多盟军炮手的耳朵都被震得流出了鲜血 21时55分 蒙哥马力命令部队从北部和南部 同时发起了猛攻 其中 英军第13军负责在南面阳攻 与他交火的是德国第21装甲师和意大利阿利埃特装甲师 英军第30军负责在北面进攻 为英军第10军的装甲师开导 然而德军却依靠密布的雷区 连续击退了英军的攻势 24日 英军开始了规模浩大的轰击和进攻 当日两时第一批500辆坦克出动 40先头坦克开进雷场 石东姆乘车到前线视察时 遇上了一阵猛烈炮击 他的车被英军炮弹炸毁 爆炸产生的气流将他甩出车外 狠狠地摔在地上 导致他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去 24日凌晨 英军第30军是清理完毕的第一片雷场 无法保证第10军的装甲师安全通过 天亮后 英军第51师遭到德军装甲部队的攻击 17时左右 德军第15装甲师和意大利里特瑞奥装甲师 从基德尼山脊出发 迎战澳大利亚装甲部队 交战中双方共出动坦克100余辆 约有半数被击毁 25日一早 德军第15装甲师和一军里特瑞奥装甲师 发起了一连串的攻势 但毫无进展 傍晚时分 盟军步兵开始进攻 至午夜在德军的拼死抵抗下 英军第51师发动的三次进攻 军被击退 500多名英军在战斗中身亡 这天盟国空军的飞机再次出动 向敌军阵地空投了115吨炸弹 澳大利亚第26旅于半夜发起攻势 夺取了一个较低29点的小山 并活捉240名德军 当天夜里 隆梅尔飞回前线 重新接掌了指挥权 隆梅尔回到阿拉曼后 探明了英军的主攻方向 随即将第21装甲师调往北线 德军坦克本来就少 此时又一辆接一辆地被摧毁 再加上德军士气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隆梅尔好像预感到失败正在向他招手 但是沙漠之湖绝不是轻易认输的人 他决定背水一战 向英军发起反击 26日15时 德军在泰尔2埃萨一带向第29点山 发动了一次反击 在德军第21装甲师 以一军阿利埃特装甲师向前进发时 其空中和地面部队就已开始投入作战 英军在基德尼发起的一系列攻势 均被德军的反坦克炮击溃 27日为了压制德军的反击 英军的迫击炮与榴弹炮足足响了一天 16时左右 英军坦克误伤有军 致使其伤亡巨大 17时 德裔联军奉命向英军一个较狙击的阵地 发动反击 战斗中 德军的37辆坦克均被损毁 接下来的4天 双方陷入混战 在此期间 英军利用数以百计的大型轰炸机 切断海上交通 28日为拔掉阿拉曼铁路南部 汤普森港哨的敌军据点 并进抵制沿海公路 澳大利亚第九师 持续地向泰尔阿尔埃萨西北附近进军 29日盟军和德裔联军的坦克步兵相遇 双方发生混战 30日夜 澳大利亚第九师抵达沿海公路 31日未将澳大利亚军队 从汤普森港哨赶走 龙梅尔先后四次下令部队发动反冲击 双方你来我往 交战场面异常激烈 第二天 龙梅尔再次下令部队攻击澳大利亚第九师 然而部队的一次次进攻 除了造成惨重的损失外 一无所获 此时双方兵力相差悬殊 德裔军队的坦克仅剩120辆 而英军的坦克还有800多辆 龙梅尔已经没有与蒙哥玛利拼消耗的本钱 只好将仅有的兵力聚集到北部誓死坚守 但是蒙哥玛利当机立断 决定在南线发起增压作战行动 攻击德裔军结合部 11月2日正午 英军装甲部队在阿恰奇尔山级 与龙梅尔的坦克部队 进行了最后一场坦克大战 入夜时分 龙梅尔的南部防线被盟军突破 此战过后 龙梅尔手中的坦克仅剩30辆 而蒙哥玛利手中的坦克足足有600辆 与此同时 在由1459吨的德军路易斯安纳号邮轮 在托布鲁克港外突发船体破裂 葬身海底 这使得原本就燃料严重不足的德军 再次受到沉重打击 龙梅尔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在给妻子路西的信中 他是这么写的 我军的形势越来越不乐观 敌军兵力充足 正在慢慢将我们的阵地蚕食 龙梅尔实在难以抵抗英军的猛烈攻势 于是着手为撤军做准备 1942年11月3日 希特勒命令他不许后退 就算全军覆没 也要坚守住阵地 如果不遵守军令 龙梅尔害怕会遭受希特勒的严厉惩 所以被迫将后撤计划暂时搁置 下令军队在阿拉曼坚守 希望能有奇迹降临 1942年11月4日 英军飞速向德意防线纵深推进了8000米 将整个阿拉曼北部区域重新光复 见形势如此 龙梅尔将希特勒的命令抛之脑后 最终决定撤军 为了尽可能封锁此次撤退行动的消息 龙梅尔在给罗马发出的电报里 丝毫没有提及此事 德军向希一路逃窜 蒙哥玛丽率军狂追不舍 致使德军丢亏弃甲 损失惨重 可惜的是 因为害怕龙梅尔使用回马枪这种老伎俩 蒙哥玛丽行动起来非常小心 以至于没能将德军包围 11月6日 大雨滂沱 道路上遍布泥坑 在德军身后紧紧追击的 大量英军坦克和装甲车陷入泥沼 难以前进 龙梅尔舰有机可乘 下令丢掉一切可以丢弃的武器装备 轻装前行 11月7日蒙哥玛丽下达了停止追击的命令 至此 阿拉曼战役彻底结束 以英国为首的盟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此次战役中 龙梅尔的非洲军团伤亡2.5万人 被俘3万人 350辆坦克被摧毁 盟军伤亡1.3万人 500辆坦克被摧毁 阿拉曼战役意义非凡 它是盟军在经历了一系列令人沮丧的失败后 第一次取得胜利的大型战役 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盟军将士的士气 这场战役扭转了北非战争的局势 此后 德伊法西斯军队开始在北非战场上连连败退 直至1943年5月 被迫撤出非洲